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Bobo 我是Fammy的Founder 我的得獎感受當然是很開心 多謝大會和評委選Fammy 由這個想法開始到創業 都會有很多懷疑和一系列的過程 今次大會給這個獎我 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肯定 Fammy公司文化的宗旨 不想再有老人家被忽略 和不想再有社交避免 所以我們的文化很想 每人都很重要 我們都很想一起做一些好的事 公司未來的發展 其實都會想多點了解 有老人家的家人和家庭 我們會想做多點不同的功能 去滿足這些家庭的需要 成功之道 我覺得需要了解社會的需求和需要 所以了解是很重要的 會了解社會 了解有什麼需要 了解人 以及了解人本身有什麼情感上的需要 而去做一個產品 所以Fammy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產品 用來去了解老人家的需要 而產生的